字幕 李宗盛 话说很多朋友去旅行都喜欢把行情偏到密密麻麻 每早8点就起床出发 但雅花我是吃饭 去旅行当然吃饭 相信我比正常人留在酒店的时间多 所以对于我来说住的地方是很重要 今次我订了这间叫丁记忆旅馆 很明显是西门丁 现在见到这个已经是大堂 一眼望了 不算是很豪装富丽堂皇那种 属于是小型的精品旅馆 大堂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紫皮 因为它很多东西都是用紫皮卡去做 长子的卡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贴一张上去 整个感觉是不是叫做多文清呢 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它 你觉得呢 我订了小房是在agoda.com买的 大概500多元左右 但我订的时候明明是写着有浴缸 谁知道我上到来的时候有个企光 那我就下回大堂文职员 我认为房间没有浴缸 明明网上设置有浴缸 为什么我没有 其实它开始不太想换给我的 我知道 但是不知道因为它听听我的国语 听到崩溃了 所以它就不想再跟我说了 就换了一间大房给我 其实如果你是两个人住 不一定要有浴缸的话 我会建议你选小房就可以了 因为小房的感觉真的温暖 大房就真的好像大了一点 或者可能因为我一个人住的关系 所以感觉就有点空虚 又有点冷 除了这点之外 其实它大致上都可以的 位置都够方便了 走三分钟左右就可以去到西门丁梢圈 走十分钟就可以去到西门站了 当然是以我来算 这本就是刚刚check in的时候给我的 里面有门卡餐献明讯片 还有刚刚提过puzzle型的长纸卡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落大堂 拿点印仔吸吸吸吸 然后门口就有个箱可以寄出 基本上每一早我都是水水价价地睡到自然醒 还要在床上起码半个小时 才舍得起床去拆牙洗面 嗯今天几好阳光 记不记得这个化妆袋呢 上一次我去台湾旅行的时候 又是带她的 这里已经够了我 放四十三夜的化妆品和护肤品了 去旅行都不可以懒 我都会step by step 由爽肤水开始 接着再塗B5gel 基本上冬天我都会用B5gel 最近都卡好了几支不同牌子 而手上用这支的效果都还可以的 基本上一塗上面就已经吸收了 如果真的极干不够的话 就可以用手按一按它 让它第一层完全吸收完之后再上一层 补完水之后我们就要锁水了 BVC Super Hydro Cream 你塗完的时候会觉得有一阵薄薄的油 千万不要抹走它 因为它的作用是帮我们锁水 去旅行我一定会塗防晒的 因为比较多户外的活动 接着就可以塗上Primer 哎呀 这支Primer都用完了 擠的都擠不到 哇 终于都擠出了一点 好 接着就到底妆的部分了 又是这支Covermark的Foundation 其实都用到899了 用完之后我一定会再买一支 面色差的我看有底妆和没有底妆真的差很远 所以如果我只选一个items去化的话 一定会是Foundation 好 接着就遮住我的千年眼袋 最近我都喜欢眉粉和眉笔一起速冻 首先用眉粉放在眉头的位置 再用眉笔画一条干净利绿的眉衫和眉尾 其实平时我去的时候真的不塗眼影什么制 不过今天大家看着了 那就塗一点点吧 首先用最浅的啡色 放在整个眼皮的位置做个打底 接着我们就填上眼线 再用中啡色 把刚刚的眼线blank开 拉长眼尾 再随便拿啡色 放在下眼线的位置 今天我还多手画了下眼睫毛 再塗上眼睫毛就完成了 真的没人有的 原来我忘了塗潤唇膏 先塗上 继续塗胭脂 不过我没有带胭脂掃 所以拿回刚刚ELF的碎粉掃 我会像现在这样用旁边点一点点 再塗上要上的位置就可以了 那就不怕放太多粉 令到胭脂很大 再塗上唇膏 shuomura这枝唇膏的颜色 我觉得挺漂亮的 不过它很干 刚刚塗完都还好 过了一会儿 大概过两小时 唇膏就会有少少皮 少少皮脂脱出来 好了化完妆 再换衣服 都要搅搅我这个扁脱的头 但是又没有带宿迷夹 所以我也是会选择戴帽的 刚刚有这顿帽 就是在这个旅程中买的了 不过其实戴到这么厚 脖子很快就会很累了 弄了这么久 真是日上三缸 这次真的可以出门口了 Let's go 不过去哪里 我会下一集才告诉大家 因为我拍了几天去哪里 吃了什么 所以如果一次过拍出来 就好像太长了 我很快就会剪掉它 嗯 相信 不过快的定义 人人不同 很多时候我都会买少少 垃圾东西回来吃 不过今天就没买 所以我就直接去洗澡 为什么我这么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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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有浴缸呢 因为我很喜欢浸浴 我还特意带了Lush的泡泡蛋 怎么可以没了浴缸呢 以前刚刚用的时候 不懂用 把整粒蛋 放在水里 就觉得不够泡 原来要找些水 像癌的那样 冲一下冲一下 就可以冲到很多泡 你看一会就已经有这么多泡 趁着这个时候 我就会去洗面卸妆 所有的洗面产品 我今次都带了一些小小的旅行装 是不是很有趣呢 这些水道 都用了 开始做 浸浴 也为什么不沸浴 因为浸浴是全面浸浴的黄金时机 因為浸浴时热的精液 会令到毛孔被扩握 然后全面浸浴会快吸收 我还烹开 ävenKKbox 一边听歌一边浸浴 是不是很舒服呢 晚上也是用日後的幾款護膚品 因為沒有特別帶一套晚上的過來 分別是晚上的B5 Gel我會上兩層 而Cream我會塗厚一點 因為你知道酒店的胸條是會抽乾皮膚的水份 塗厚一點慢慢長夜都不會那麼乾 塗完嘴就可以跳上床上 順便重複今早的動作 起碼按個電話多幾兩小時才可以睡覺 香港的生活實在太迫白了 難得去旅行當然想輕輕鬆鬆簡簡單單 密密麻麻的旅程就真的不適合我了 不知道你是怎樣安排你的旅程呢 今次的分享是這麼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Bye 吃過東西雖然現在可以這麼肚餓 綠腦味我一定會買一支刀 等我買定一包鴨屎 回去借油先 給我試一下味 可惡